两岸最近又热闹起来 主要是美国 或者我们讲更准确一点 美军驻台的消息 先是透过外媒的曝光 然后总统蔡英文 也证实美军在台训练 那之后自然而然的 又再讨论 如果打起来两岸火力的车拼 老谭觉得现在会是 两岸70年来最紧绷的时候吗 韩战在1950年6月25日爆发 从第一天开始 两岸的格局其实就已经被封印 现在很多人都说 两岸可能会发生战争 其实在蒋介石的时代 他除了高喊一年准备 两年返工 三年扫弹 五年成功 他甚至也还说过 翻译早一点打过来 事实上也都没有事 不过老蒋这么的说 是因为他有底气 因为那个时候退守到台湾的国军 虽然火力不足 最窘迫的时候 只有12万3000支的步枪 可是他清楚知道 背后有美国第七舰队当靠山 所以他才敢这么说 因为两岸现在看起来就有点紧张 所以关注的网友 难免会有讨论工坊 之间的这些议题 我们今天就来说一下 有关网络的军事梗 也就是火力不足恐惧症 看看两岸各自的演变 70年了 到底有没有治好这个病 所以还是要讲朝鲜半岛 我不知道你是想要以鼓见经 但你刚刚讲到火力不足这件事 我记得这几集的1804的老兵 其实很多都认为说 如果当时他们的火力够 寒战的发展是很难说的 我们先简单快速介绍一下 从民国以来军队专备不佳 这个是日常 所以八年抗战 大多是十名国军才能对付一名日本军 说是用血肉之躯来抵抗炮火 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至于霸陆军 装备比国军还要差 可是他们依然可以 用不同的方式来克服 唯独到了朝鲜战场 面对了世界第一的美军 才深深的感受到火力不足 对于战局的影响是有多么的严重 我们讲一个与韩战有关的小故事 来做证据 这个是一名台湾的老兵 所提供的回忆录 因为他要求不透露姓名 所以我们在这边就跳过不介绍 他里面提到 志愿军第九兵团20军58师 在韩战第二次战役的时候 负责打禅金湖附近的下街雨里 我们直接就来看这本回忆录 里面的一段 58师在第二次打下街雨里的时候 师团领导提出以战养战 在12天的战斗中 他说不少的战士 从敌人的手中缴获到的轻重自动式武器 就留着自己用 所以有不少的班牌都成为美式装备 更换掉拉一下打一下的794步枪 也就是中正式步枪 可是他说我们那个时候的士兵的文化水平太低 不会使用汽车大炮 要不然我们也会有美式大炮 888的 战后两个连原来有300多人 回来的只有100多人 而且大部分都是戴着衫 至于他所在的连 连长牺牲了两任 指导员也牺牲了由副指导员代理 那他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我们等会再说他比较完整的故事 那我问两个问题好了 一个是装备劣势这个 可以透过不同的方法来克服 大概是有想到一些办法 不过火力不足 这其实就是一个硬体条件上的弱点 真的有办法去补强吗 装备劣势依然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克服 这一块因为是在1949年之前 主要战产都在中国大陆 所以方法很多 我最近反问一位秦伯伯 他是安徽人 抗战胜利以后 他们的部队在山东与共军作战 他说他们被围在一个叫做 杏仁庄附近的凤凰山 至于是山东哪里逃万的 我推测应该是在纪宁一带 如果有知道的朋友也欢迎告诉我们 总之他很清楚的记得 共军没有什么武器 每天晚上就是派人潜伏靠近 我就犯了几身冷枪 他们在山上的重机枪 就开始朝山下枪响的地方开火 然后共军就每隔一阵子再开几枪 他们就继续扫射 十天半个月这样就过去了 子弹消耗快要完毕 刚好第五军也来了 他们就撤退下山 在路边就看到早就已经贴好的大纸张 上面写着 此枪老奖送的 此枪老奖送的 他们才知道善诞了 所以这是果供版另类的草船借鉴吗 他说共军没有什么武器 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冲锋散散 跟一般我们在电影里面或电视看的那样子 只有一些人在山下喊叫 另外还找了一个地方唱戏的 就是很有名的戏曲的地方的演员 好像是姓万 对他们喊话 此外就是每晚就开那几枪 等到山下的共军看到了 山善的回击火力越来越弱 就知道说弹药快打完 那个时候才会开始找机会摸进 找机会冲锋 这个战斗方式真的跟普遍认知的那种 人海冲锋 人海战术是不太一样 真正像三大战役 或者说像是太原战役 动用到火炮三千门 然后发射数十万发的炮弹 类似这种的打法 其实在整个国共内战 并不是算太多 而且这些火炮很多都是迫级炮 还轮掉的使用 例如东北辽省战役打完 炮兵抽搐打平津战役 平津战役打完就去打太原 太原打完了去打兰州 至于其他广大的农村地区 其实很多地方都是采用 类似看起来很原始 这种战斗程度激烈程度 其实是相当有限 至于像清贝贝所看到的 不代表全部 甚至连局部也不是 不过我们还是要说 在很多不是那么重要的地方 可能采用的方式 就是慢慢的跟你 像河北的永年围城 就是这样子围的两年多 法北最后陷落的河南安阳 守城的部队 只有重机枪 火炮少到 可能就只有一门 六零破机炮 不管怎么说 数量都是很少 因为整个中国大陆 实在是太大 不要以为说国军有所谓的十大王牌军 在火力上具有绝对碾压的优势 实际上的情形就是顶多 相对的好很多 面对这种优势 并没有多到说可以从量变到质变 所以很容易被中共的精神战力 群众动员 还有战斗技巧等等去抵消掉 所以照这样听下来 我们可以说解放军的火力不足 在跟国军交手的时候 其实还不能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甚至就说不是一个主要的障碍 应该说慢慢的改善 发展提高 跟国军比起来 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之后 整个其实是真的是倒转过来 可是我们刚才提到 因为战场太大 国军自己也有火力不足的问题 这就给解放军一个 可能会有的一个错觉 就是美国的武器也不过耳耳 等到看美援炒的时候 火力不足这个问题就爆发出来 所以才会有火力不足恐惧症 作为一个就是大家常常在网路上 君民之间彼此之间可以看到了 就会心一笑的一个网路梗